以后上网更便宜了 通讯及多媒体部长哥冰心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该部于本月8日落实 宽评定价规定标准之后 我国的宽评服务价格将会削减25% 有关单位正进行最后的讨论 预计将会在8月前 向消费者公布最新的价格配套 另外 隔壁信还指出 通讯部将会对通讯与多媒体委员会 MCMC底下的两个基金 分别是MCMC基金 以及环球服务供给USP基金 进行账目审核 根据MCMC2018年的年终财务报告 这两个基金分别拥有8亿和85亿令吉的资金